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这批新的人主要是从哪边来调用的 有警察的 有宪兵的 还有我们自己也来 本身的 那这是一个临时的任务编组 对 大选完了以后就解编 就解编了 对 好 那人员是这样子 器材又如何 器材我们基本上我们上一次在国防级外交委员给你报告 其实车辆就是作为我们淘汰 我们因为每四年一个 大选完了就淘汰掉 不是 就我们旧的来换 就是说大选可以 因为很多车辆可能四年才用一次是吧 有些车辆是四年而已 除了也不是四年 因为我们只有一组总统当选人啊 对 对不对 那剩下的咧 剩下的就给我们用啊 比如讲我们局里面已经冬天没有买车了 你也做防烂车喔 防烂车我们不能用啦 但是防烂车也是一个必要的设备啊 是 所以就放着 等到五年到 到了就在一样砸掉 在报废 没有砸掉啦 因为我们上一次报告就是说特勤车辆喔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政府是用一般车辆来解决嘛 那我们那些特殊车辆我也给你报告过 是 这些特殊车辆事实上可以使用这些特殊车辆的人很少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些特殊车辆就会变成一个必要的消费 这必要就是五年消费一次 对 基本上我们大概都会 能用我们会尽量用啦 这个能用 能用是什么意思 就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只是这样说 因为总统选举四年一次 那每四年可能有超过一组以上的候选人 对不对 对 那人员是可以随时归贱 对 你车辆没得归贱啦 车辆就回到你们那边去了 对 对 那很多车辆可能是有些防弹功能的 或者是四年用一次 除非以后总统当选人要坐着这个防弹车 或是防弹扫切车到处跑 我想这可能性也不大 对 要不然你北部白一组 中部白一组 南部白一组 也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这些特殊车辆 必须某种程度也维持在堪用的状态 但是不急着 很急早就把它报废掉 你觉得吗 我们现在没有报废啊 比如讲我们现在的车子 防弹车有2004年的 有两部2004年的 但里程数都还很少啊 里程数都很少 平常保养都很得意啊 没错 所以我们没有急着报废 对 我们基本上像我们明年可能就换一部分这个防弹扫离 因为防弹扫离的期间是有限的 我们做一部分的 那基本上 部分更新 就是部分设备的更新 这些设备我们要靠专家来鉴定 所以专家如果鉴定说这个防弹扫离就失效了 我们就要更新了 所以说 我知道 可是车辆的部分呢 车辆的部分还是 车辆的部分只有一直流 对 一直流 我觉得我们也是建议这样子啦 倒不是小气 只是本来就还可以用 就不急着需要去这个 这个代码 其实 我们其实很省 我们也没有这样子啦 来应用 那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除了防弹车辆 其他违安车辆 我想是 也是一样秉持相同的原则啦 我希望说还是可以用的 这部分还可以用 另外一个部分呢 你们提到说 你要提升维安人员的核生化防护能力 如何提升起 你没有 有一个新的核生化防护车辆吗 没有 没有啊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些 维安人员带着防夺面具随时准备 对 个人的装备 还有一些增减器材 嗯 还有这个 核生化的这个智能 就是个人怎么样来分辨啊 监测啊 这些 可是如果像上次以前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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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发生在地铁的那个 那个毒气啦 或者说用那个粉末的 那很容易在群众场合里面 侦测出来吗 我们现在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注意到这些 我们有构置这些的增减器材 注意到增减器材 对 好 我就是说在大型的场合里面 很容易在空派 可能在群众间增减出来吗 有这个能力吗 应该现在是有了 应该是有 对 好 那我觉得其实从 我们倒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能够在第一时间 避免类似的这个伤害 其实是小 其实是小规模的 你说碳区毒 碳区毒 毒菌 碳区毒素 在这个空间中 这个撒出来也是蛮严重 好 你们能够把类似这样子的 这 及时增减 然后把其实 这个做演练 把这个房东面具 这个放在 这个帮保护对象 佩戴起来吗 对 可以这样做 我们现在就这样 就这样做 对 就这样做 好 我觉得如果有的话 其实 因为现行的状况 是 随时有 有不同的这个状况 我们还是必须要 要理解 不是 我们现在就照委员这样子 刚才描述了 我们现在就这样准备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您以前在外交国防委员会谈过 国防部的预算统三百分之十 你们原本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监测 本来是一天数 一周数次后来改成每月一次 不是 委员那个可能 我上一次太简单了 我记得 我给你 我给你报告过 不是 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根据我们的委员目标 这个目标 如果它只是一个监控性质的 那我们现在不需要每一个礼拜都去监控它 嗯 那如果主意这种增见性质的 我们当然必须要加上监控的力度嘛 嗯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不要挖哑歌号 它是一个在 在战力在提升的嘛 那我们就要增加嘛 嗯 比较当面的几个传统的导弹 它可能已经固定了嘛 嗯 那我们以前可能这个这个 频次比较密嘛 现在我们就频次稍微放宽一点 为何 啊 为何 因为我们只是监控而已嘛 嗯哼 因为 因为它不可能在短期间来变化嘛 如果它移动目标啊 像王小哥号也是移动目标 移动目标我们就会根据那个来增加嘛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 这部分的资料不见得完全是我们自己能取得啦 可能是要透过情报交换啦 当然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自己我方的卫星啊 坦白讲也不是作为军事用途 对 你如果这个资料取得或是怎么样的话 难免会造成一些 一些两岸之间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一个 你们所讲的建构的一个气氛 默契会破坏掉 可是对方对我方的征兆 却是没有丝毫松懈 你怎么评量这现象呢 其实现在 现在这个征兆随着科技以及这个技术的提升 事实上大家都在增强了 我们也在增强了 增强你每周数字改成每月一次就要增强 不是 委员我报告我们是针对 别再讲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目标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 针对特定的目标啊 不是 然后我们如果这个目标对我们是有危害性的 我们会来做一个同性调整嘛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弹性跟激动性比以前增加了嘛 弹性啊 可是以更少的费用做这样子的 以更少的费用能够做更严密或者更选择性的加强吗 我是认为可以的 你是认为可以 是 如果是这样子 如果是因为我刚才还是在提我们没有自己的设备 对 我没有自己设备 你只有一个卫星接收站而已 你只可以做这样卫星接收的 这个或是透过其他的这个 一个准军事合作啦 或者说一个情报工作的交换这一类的 但是 这个敌后那边的 我们还有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已经都是科技 没有没有什么这个 什么以前 抗日时期啊 那个什么人员传递啊 放在那个衣领里面 这不大可能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 因应数月汇流NCC 要求中华电信将网络分割 并且开放给其他业者成租 您觉得如果这样的网络分割之后 开放给业者成租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国家安全 因为民间业者其他都都能够去成租这个网络 中华电信的网络而且提供 目前为止就已经很多 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形出现了 那您觉得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络会 因为你上次也提过嘛 网络电话我们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监听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网络再开放给其他的民间 就是网络市场自由化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我们对于电信监控 有没有一个这个漏洞会出现 国人报告了 其实你也知道电信业现在的发展 日新业业技术也越来越高超 事实上情报单位要完全去掌握 事实上有它的困难度 但是每一次我们会把 对某一个个案的事情 我们会就整体的观念 提出我们的安全风险评估 提出我们的意见 这个主折的参考 对对于这个网络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是这种态度 一样是怎么态度 就是说我们会提出 我们的安全风险的顾虑评估 给那个主折单位来参考 对回到最后一个问题 回到刚刚提的这个 总统副总统安全的维护方面 你们一直强调说 执行任务的时候行政中立 不会对候选人进行勤收 可是候选人每天的行程 你们都要回报到特警中心 对不对 那那今天候选人拜访哪些人 拜访哪些 这个甚至私人行程 拜访哪些人 那如何维持这个这个资讯 站在行政中立的这个红线上 又不会泄露这个候选人的 这个情知 这个我们特警编组单位回报了 你们专业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一个专业了 像美国的密情局 他们每天 每天总统见了什么谁 总统跟哪些人接触 他们都知道啊 可是怎么会发生在若干年后密情局的退休官员 就会开始出回忆路啊 说这个过去干乃迪总统怎么样 过去这个这个雷根总统怎么样 你们会不会 不会 我们只知道行程 我们不知道他今天见的是哪一个人 他什么事 因为我们都是在 在这个这个安全的出入口 只负责这个安全 我们没有进到里面 比如说总统候选人去拜访某个民间友人 或是马总统在Homestate 然后跟着这个这个这个 呃他的友人去查续 或是在里面密伤 我们不进入嘛 我们的人员大概都是在出入口负责 那你就确保这个房间里面只有这两个人 不是他几个人基本上那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但是就我们的安全人来讲 我只我们大概基本上就在出入口那边负责安全维护 哦 只有到这里 对 没有到没有在总统里面晋升 啊万一里面发生这个打架的 不是 这个东西 如果说总统他有这个顾虑 候选人有顾虑 他请求我们 所以你们的专业就是红线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的执勤 进入这个比较私密的场合 除非候选人要求我们 所以你一起 那我们就会 啊如果他不要求我们就在 我们认为安全跟空管的 我刚刚举了例子一下 即便像密情局这样的专业 是 即便像英国的这个 这个你看黄市的这个 很多事情都是旁边的随护人员透露出来 或者若干年后 年后 不是写自己写回忆录 就是把他密文卖给这个小报 去弄 你们 我们大概如何确定 如何确保这个部分 跟这个 这个不会像外国这样子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 人家也是国家的公园 这种私密的场合该不该进入 是由候选人来决定 不是由我们来决定 对 但是你们 不管有没有进入 你们听闻到候选人 也许候选人自己讲出来啊 一些 私密的事情 一些重要的事情 甚至如果说总统 旁边的这个 国家大事的时候 你们维持 如何维持这个 人家说 人家说小孩子 有声音没嘴 你们如何能够不听 不喘 不吻 基本上我们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特情的信念 但是我要给你报告 这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对啦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 我们只能在他公职题 这个 这个 实行勤务的时候 要求他 必须要去遵守这种工作的 的伦理 但是比例讲 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说 十几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他要去弄 因为 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去管理 如果泄密了 当然是违反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保护法 能够去 去做处理 但如果不是国家机密 是个人的事情 对 怎么办 你也没办法保证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譬如说 总统跟谁很好 总统骂了谁 像那个 这个 这个杨书帝 说这个 宋主席怎么样 宋主席说杨书帝 这个部分在 将来 不必到 维基解密 如果说我们的特情人 自己嘴巴里讲出来 退休的特情人 自己嘴巴里讲 这些都不是 现在爆料的这些 都不属于特情维安对象 对啦 我知道了 我说如果将来 若干年后 如果特情维安 特情维安人员 在退休的时候 或是他转任 有时候他转任警戒啦 或转任其他的职务的时候 他讲出来 有没有办法防止 委员你可以了解到的 到现在有我们 这些 我们已经保护 这个特定对象 也保护这么多年了 嗯 我们到现在可能 你也没有发现 很多这个私密的事 我们特情人员讲出来的 我们特情人员没有 你现在 他只是没有公开讲吧 啊 没有公开讲 我们没有人 在被披露过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特情人员 没有因为这个执行 这种特情任务 被披露说 我们讲 这个被保护对象的事 不是事实上你们是没有办法 有任何的法律来制止 这样的情形发生的 对不对 对 你的作业准则 或是人员自己签的守则 或切捷 好像也没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 是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部分 大家如果说只能请这个 这个特情维安对象 自己注意了 不要嘴巴一时不紧 自己讲出来 若干年后反而变成一个问题 是吧 可以这样说 我我是 我刚才给你报告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年 这些私密的东西都 我们特情人员都没有去泄露 任何私密的东西 他所知道私密的东西 所以我是倒觉得我们 因为还没有很多年了 因为还没有很多年 有啊有十几年了 一二十年 十几年了 九六年 第一次总统直选到现在了 对啊 过去两 不是啊 我们过去两奖的时候 就开始保护了 有啦 两奖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总统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坊间有一些传闻 但不管了 我只是说 这部分是不是在法制面来讲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因为人家 人家 其实你说在国外 你说是言论自由 但某种程度来讲 如果是特 个别的这个特工 然后他就讲了一些 传闻一些皇室怎么样 总统怎么样 某种程度还是有一些 制度面是可以防止 好不好 好 谢谢